已经贴到交战 什么意思 上来就打 速九先打一个 再给闪 进点只有一个人 雷很多 五颗雷 感觉要是点出来 水量不够 只要打 五颗雷先补一个 然后再炸倒一个 还有雷 还有雷 但是速九的水量 一枪就倒 这个没办法了 高点队友在开车 也没有第一时间帮忙架 远点的架枪支援 已经全部到位 这波突然变成了一波 大团战 一枪也倒 只剩小路 还在反抗小路 也被打头了 一滴血 小路扔下一颗雷之后 只能往后撤 这颗雷 这颗雷 没拽到 但是屁股后面 猛死他 很近啊 大家都很想拿自己 直接竞争对手的分数 这个雷小心 哇 李构斯 那这边是先把 小路给淘汰掉之后 小鬼倒在了 这个里面是可以救的 是的 就看LTV 要不要撞 这个位置是可以考虑 再去贴反坡 我觉得这一波的决策 有可能反映出 FTY今天的整体的 一个进攻态势 是 他也看得清清楚楚 李枝 另外 那GFY和KRG 两个中部顺位的队伍 这个火算是烧出来了吗 那圣山是彻底被切完啊 二条就切没了 这次还在打啊 而且两边是 你刚才看啊 其实大部分选手还是比较穷的 没有什么特别高的背景 嗯 二倍三倍都看到了 菠菜先把91的人都给补掉 CTG已经对这部团有想法 是 布扣 来到了这个大仓下面的 南边的一个厕所 这个位置稍显自闭 现在 阿同姆 阿同姆 这更慢呀 这个吉普少 自有来了 带到队友身边了 没错 直接停下来要打 阿同姆 手里是把连击 哦 这个是啊 穆子里的一个最后的收尾 林强这个车技 四圈排水的话 是 看看小圈圈语 能不能就是眷顾一下吧 SMF是一路扎点 来 小海自己说是 就是一边 跪着来场馆的 当然这肯定是小海 很虔诚的说明 对对对 哇 一谋屁个 我一穿四 New Happy的人 就只能做这种事情啊 这种事情 以前不都是12月做的吗 都是Omega做的吗 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合理轮换 我轮换到战神位 你轮换到观察手 很严格的一个分工感觉 执行起来非常严格 田路刚才确实有一个强行一岛的伏笔 但是这一波转移 这一波 哇 这一车四男过来以人 而且这怎么接得住 确实队友帮不上忙 是 不过KID这边的处理 他有可能是刚到 我们学着这把武器 这个火力不用换子弹的呀 对 太爽了 这波完美接下 那 鸦皮还拿了一个分 的确没什么好视野啊 挨了 DDT这个位置挨炸 四个人在一起 两颗雷 哇 哦 一雷四下 林树 哇 真的 这个位置四个人 今天来的时候 看在看到树先生 一个人坐在棺材区的沙发上 不知道在思考什么 在酝酿这一颗雷 公式第一步 林树要吼起来 刚才现场传来了林树选手的 很明显的啊 叫嚣的声音 来 小凯 悟空这波防守 也是也是提前拉了出来 Pyro的站位确实很差 是 悟空这一侧是有个反坡 是可以完全架死这个 Pyro干拉过来的位置 嗯 不过身后来人了 小唐 在高效解决完DDT之后 田马选择三个人压出来 这个位置也是完全克制悟空啊 嗯 这把妹弓在七七身上 不考虑换个子弹吗兄弟 不着急 主要是 打得很投入 好 这一侧也是先把Pyro淘汰掉 嗯 悟空这边白龙马又倒了 很好的一个出击时机 这是田马 可以贴近点扔啊 嗯 哦 好嘞 翠奇立功了 立功了 好的 三打一 青厕所 是的 这个位置肯定要拿下 啊 田马 感觉拿下北边问题不大 尽量别失误 这边 近点有人 哇 DT 真是的 这一车四男这局 我真的是 重翻一切 真的 而且XCG的每个人 好像都是被 DT打 目前这三个人啊 都是被DT冲掉的 是 呃 只剩一谋屁个 而且再一个反坡 对了 一谋屁个 小致得乱大谋 但还是被发现了 是 你不太好动 只能在房子里待着 加油站看似圈中心啊 但是很难打 FTV 这 这 防区被联大逮捕了一个 三个人 只有个火力车过来了 直接 耶 哇 这局 这是DT 怎么这么嗨啊 怎么 DT好像发现了 这个游戏的正确打开方式 你还在玩传统吃鸡吗 哇 但是这两波是明明的出枪 呃 老橘这边打了一堆伤害 结果让明明 一人补了一枪 接着一 哎呀 我来了 哦 确实感觉有点 真上头了 是 呃 林甲最后只剩一丝血 DT现在活着的人是天地地 猛撞啊 DT 这这这 还有两天 是的 不要有负担了 哇 哦 这是 哦 DG DG 打的 对 说明 女孩比不太清楚 实际战队的视野覆盖情况 是 那这个对他们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隐患 嗯 全新 还没倒 还有 还有呢 手里还有 哇 又是赛克 天霸几叠雷的效率 看到中一个 哇 一穿四 让我想起了上一届世界杯法国队 太帅了 啊 先是林树 紧接着推进一 我再来一遍 几乎都是完成了单人面对 对 这天霸来到这个位的时候没想一下这个位置去撞妞海皮这个反坡 你已经白好阵了 就等你来 就往树上 接两个接三个 你还没倒人 还有多一个 哎呀 还是倒了一个换人 这个问题不大一个 应该问题不大 KRG来了 KRG KRG也 他走了 啊 他是不知道位置 哇 哇 连状态不完预约 哇 真是太残忍了 今天这一把游戏可以被命名为速度与激情 来自车上的名场面很多 是的 KRG这什么怎么会这么选 而且实际来分神了 没人管天霸了 嗯 天霸也是拉了过来 占据这个反坡 啊 实际上一颗雷 非常精准的命中术后的小头 是 那天霸不急呀 天霸 天霸就慢慢架着打就可以了 那七七一条江线 全部帮忙架住 那低踢 手感应该是正热 不过好像闪光弯 给他造成了比较大的困扰 对 还是被冲冲108给解决掉 那天霸把牛排被淘汰掉 两个人的话 占据这个反坡 其实 哦 很信赖零售的架架 但零售那个车的后台 是露在外面的 还是要稍微小点心啊 天霸 集三人之力 直接要过来先处理 在明确对方只有低人的情况下 低反应 这个 哎 可以去一起跟着呀枪 漂亮 没问题 四打三 再有林树限制住 十一兽这把枪线的 他好像天霸不太清楚 实际拉出来了吗 知道了 打了一个 随机火力全开 四打一 反正先补掉 不让十一兽报信息 四打二 这也是天霸 拿到的本场的第十六个人头 哦 看到弹到了吗 看到轨迹了吗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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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七没有能力 直接往前提这把枪 小熊反打 但是补枪很快 这是带兄弟来的呀 没办法呀 场上的局势 应该已经近在天霸掌握了 是的 把人救下来之后 直接扑就可以 如果是常规赛的天霸啊 现在崔希已经带手往里冲了 但是现在的他们 感受了这一局 对他们的加持 要好好把握住 小哥打了一个 但是继续的补枪完成了天霸的 天霸的